儿童圣经 创世纪第一章 上帝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 上帝说 光来啊 光就出现了 上帝叫光明做白天 叫黑暗做夜晚 这是第一天 上帝说 水与水之间 要有广阔无边的空间 上帝叫这空间做天空 晚上过去 早晨又来 这是第二天 让陆地露出水面 上帝说 然后他又吩咐说 地上长出青草 蔬菜和树木吧 过了晚上 又有早晨 这是第三天 然后他创造了太阳 月亮和星星 过了晚上 又有早晨 这是第三天 我会创造天空里的鸟 还有水里的鱼 过了晚上 又有早晨 这是第五天 然后上帝说 我会创造每一种动物 大的和小的 上帝造自己的形象 造文 当他看到自己造的世界 当他看到自己造的世界 觉得非常文明 过了晚上 又有早晨 这是第六天 第七天 上帝休息了 上帝 创造我们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